五一假期临近 积攒已久的出镜油需求也将迎来集中释放 4月25号 记者来到北京一家旅行社 负责出镜油相关业务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 出镜油产品预定火爆 短途的出镜市场上应该说消费者会比较关注 新加坡 马尔代夫这些市场上的客户的预定量会比较多 从长线的角度来说 因为这次第二批名单开放了很多欧洲国家 所以在像法国 意大利 包括瑞士 希腊 这些目的地客户的报名都比较多 预定数的增长原因如果说从同比角度那是大幅度增长 环比数据应该也有100%以上的增长 就是环比前两个月份 相较于疫情前 游客更倾向于定制油 私家团等出游方式 价格也出现一定增长 在跟团游中选择私家团 一单一团的客人比疫情前有明显的增加 在目的地选择上面 游客更多会考虑目的地的天气情况 以及安全性和签证办理的便捷程度 跟疫情前相比 曾经我们当作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 比如中东非 阿联酋 肯尼亚 埃及 伊朗等国家 因为是他们的一些免签或者签证办理非常便捷 确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咨询和预定 比如像欧洲的也推出这种希腊深度的这种行程 这基本上除了首都雅典 包括热门的像圣托里尼 扎金索斯 这些比较浪漫的岛屿都有设计 所以整体的产品就是比较深度 比较热门 然后体验感比较佳 航班的资源刚刚恢复 所以它整体的运力是比较少的 价格也比较高的 尤其在长线上可能会高到50%到60% 随着第二批出进团队旅游业务的试点恢复 中国国内出进团队游目的地已增加到60个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出进团队游试点国家的逐步扩容 国际航线和签证审批恢复常态化 中国游客的出进游选择将更加多元 今年五一是首个大众出游意愿集中释放的假期 有不少游客通过拼价的方式去延长假期 因此我们能看到出进游 国内长线游已经周边游的预定都非常火爆 那五一假期随着机票价格的回落 出进游的价格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 因此也会有不少游客选择 结后错峰出游 五一市场的话应该说 目前看的话 像东南亚的数据肯定是个爆发点 从欧美长线角度来说 可能还要再等一等 我相信随着进一步的打开 可能第三批名单公布之后的话 更多的目的地会纳入到我们出进游的范畴之内的 百分之后 离开